艾伦是个极取绘画天赋的女孩 可同时她也是一个厌食症患者 她的话灵奇逼人 却也在偷着对生命的漠然 她每天都在测量自己的手臂大小 每晚都习惯做仰卧起坐 甚至损伤背脊也在所不息 一次她在网上的一幅画 被一个同样患有厌食症的女孩看到 并直接导致了女孩的死亡 以这件事为契机 艾伦的静母将艾伦送到了一个 非正规的厌食症治疗团体 在那里艾伦认识了风趣优雅的卢克 华瑞院的梅根等同样有着厌食症的患者 可要让艾伦接受自己被送到那里 以及必须融入其中的事实 对她而言是个不小的难题 医生威廉在一次谈话过后 为艾伦安排了家庭会面 希望能助她好转 然而结果并不如预想般美好 家庭会面因各自复杂的关系惨淡收场 艾伦知道母亲爱她 可她意知自己的存在对母亲而言意味着什么 家庭会面导致艾伦的情绪跌到谷底 晚餐过后 卢克悄悄来到艾伦身边想安慰她 却让艾伦情绪反弹 可同时她的心因卢克的话开了一道小小的门 主动与卢克的谈话让她感到放松 日子在一天天的过去 艾伦也渐渐开始展露笑容 在又一次与医生威廉的谈话中 威廉为艾伦改名为伊莱 仿若一场新生 获得新名字的伊莱 第一时间找到卢克与她分享 卢克也趁机向伊莱发出了约会的邀请 餐厅里在卢克的鼓励与幽红下 伊莱虽然仍不愿吃东西 但却愿意咀嚼 这是一次历程悲性的进步 一天医生威廉带着这个小团体的所有人 到了一个神秘舞台 与四周年下 所有人在这一场大雨中彻底放松自己 伊莱也开始动摇了 决定试一试好好吃东西 好好活下去 一切仿佛都开始朝美好的方向进展 可让梅根自以为安全的催吐 却导致了流产 恰巧正值伊莱与卢克的冷战 所有的一切都让伊莱对生命再度产生了无力感 他也不再愿意相信威廉的话 哪怕卢克因腿伤说需要他 希望他留下 他也固执地要离开 夜晚伊莱坐车回到母亲身边 他在母亲的安慰下哭出声 第一次释放了自己内心的脆弱 他做了一场梦 梦中的他以第三者的视角 看着躺在地上的自己 这场梦释放了他压在心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终于决定重新开始积极生活 《古兽如柴》是由马蒂诺克森自编自导 基努里维斯 莉莉克林斯 莉亚娜莱布拉托等主演的剧情片 影片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与艳势症做斗争的故事 关注新快看电影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